第1個進球就是一個三分球 沒錯王健之是在今年SBO選修會裡面第四輪提順會選進的 一半球給到藍紹浮擺進三 這組M1 藍紹浮是 完成了三分打 目前看起來第一節過了 第二節還可以 藍紹浮 自己帶球 要往進去裡面自己打嗎 撞 沒有撞開轉身的一個拋頭 有 沒錯 完全呼應得到 直接向天空進一個離 沒錯 45度角的外線要來回擊這球沒有 藍板球抓下來以後再擺進分數的是 背號23號的誰 藍紹浮 沒錯 這球 這次有一個修 對 前面 前場 可惜受到防守的干擾 沒有能第一時間擺進 但是藍紹浮在後面 抓下進攻籃板 將分數放進 換到左手 直接是被藍紹浮蓋了個火鍋 腳步踩得不錯 但是被藍紹浮試破 戰術跑動是非常可惜 這一球來到了前場 藍紹浮 輕鬆地把他挽結了 找到左手的扣籃得分 藍紹浮的這一擊扣籃也讓場邊是要叫出暫停了 賽前應該是教練有下打 如果進攻要下手犯規 下手犯規 沒有攻也是下手犯規 小朋友也是非常的可愛 那最後這場比賽 Rising Star就是以88比69 成功擊敗了彰化伯麗麗 取得了成軍的第一場勝利